Top 5 最高勝率超標神角 第五 迪拉克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五隻目前台服勝率最高的英雄 沒想到吧 迪拉克這英雄呢竟然上了第五名 勝率54.3 出場率3.4 以排位勝率來說他是所有英雄中的第五名 目前迪拉克強度來說呢是非常夠用的 而且還有一個隱藏功能 你看 我們大戰呢還能夠擋下凱撒的清兵效果 保住一層波羅兵線 所以呢攻塔守塔跟團戰 就是迪拉克的強項 再來呢目前版本後期就是射手的天下 而迪拉克的盾呢就是射手的克星 只要加的好呢團戰怎麼打怎麼贏 可以讓敵方完全少了一個射手的遠程輸出 還可以擋一些法師的飛行物 不過迪拉克這英雄慘招下落了 都怪在外撫太熱門 下落的點呢就是我們大招 的二段雷射斬殺效果 斬殺傷害再降低一點 但是呢用來收割殘血還是夠用的 迪拉克目前版本呢建議出 極寒加神聖守護的組合 這也是一個非常超標的玩法 所謂的超標呢其實就是OP的中文喔 迪拉克的技能組呢稍微的偏被動一點喔 所以呢並不是一個很好帶風向的英雄 但是呢如果單純倫打架 在中路的拉扯迂迴 進攻防守 迪拉克是天花板般的存在 所以呢勝率第五名也不意外 第四 皮皮 皮皮這英雄的強度呢 稍微的 有點自立的老玩家 或者呢高檔玩家 都一定非常熟悉 所謂的一代版本一代神喔 像之前呢最強的是甲蟲 暗格烈 這版本呢是潘因奇羅 射手的話呢以前是卡芬尼 現在是體力 不過呢如果受到皮皮這英雄 他打從出生以來 傳說退出以來 到現在還是穩定的坐在範圍 所以呢單純說他的強度 是遊戲中的GOAT 史上最強也不誇張 畢竟呢就穩坐了ban位那麼久嘛 強度也是有目攻擊的 如果說呢一定要ban的英雄 不是皮皮 我認為就是夸克 這兩隻真的很扯 皮皮扯的點呢 不只夸克喔 不是反而易 還可以呢 吃小兵滾進主堡 偷你的主堡 贏得遊戲 再來呢皮皮的英雄 不管是騷擾能力 還是寶牌能力 都是頂尖的 所以呢你要騷擾要進攻 要保護你的隊友發育呢 你的後期大魔王 體力喔 特納斯喔 勇喔 選皮皮都不會抽的 皮皮的備戰呢比較簡單 核心魔紋的話呢 建議帶自然自怒 這樣子呢大招撞到人手 還有持續燃燒 而奧義跟裝備的部分呢 關鍵字就是坦度跟冷卻時間 就往這個方向走吧 第三名 齊羅 齊羅呢目前的勝率是55.2% 出場率呢高達11.2% 是所有英雄中的排位勝率第三名 說齊羅呢是目前的最強打野之一 也完全不誇張 畢竟呢他上面也只有一位而已 但是呢我覺得齊羅整體來說 他的容錯率 修操作空間還有自由度更高 而齊羅最大賣點呢就是自由度了 我們有穩定的高爆發 只要一技能能夠跳到呢 能夠彈刺絕大部分的非坦克英雄 尤其是脆皮 不過呢說到高爆發 這個遊戲呢很多英雄都有高傷害喔 包括趙雲啊 勇啊等等的 那什麼呢讓齊羅不一樣呢 然後什麼的自由度 我們有兩段位移能夠進牆 進牆呢有霸體 再來呢就是我們的大招 竟然能夠刷新我們一二技能冷卻時間 目前呢有知名度的齊羅天花板 應該就是BLO的T0 他齊羅呢玩的特別的溜喔 而齊羅最利的地方呢就是在於 善用我們的多段 位移還有我們的無敵 來躲招反殺等等的 備戰的部分呢目前是建議走 極寒跟神聖守護的套裝 這套呢目前很強 很多法式英雄崛起的原因之一 這麼充了我們對上脆皮角有很大的優勢喔 那是呢我們能夠一套秒你 而你呢卻秒不掉我們 齊羅的技能機制呢跟操作難度 算偏中等以上 主要是呢我們的技能機制沒那麼好理解 不像甲蟲或者 瑟斐斯那麼直接踩下去就完事 所以呢齊羅是需要花更多心思去練習的 但是呢他的強度絕對值得 更不用說呢他是一名小蘿莉 Top2 颯枷 今天來了一位我熟悉的英雄 大家目前的排位勝率呢55.6% 出場率高達10.3% 所有排位勝率英雄中第二名 颯枷英雄呢也是我非常擅長的 專技英雄之一 也是我們爬過全服最強的英雄 老實說呢自從他變成T0之後 我們就很少玩他了 以前呢他也是T2的時候比較好玩一點 畢竟那時候有獨特性嘛 現在呢大家都在選 不過呢不用擔心喔 我們對颯枷的熱情呢並沒有消失 等他之後呢被削弱之後 強度呢跟熱度都更低一點 我們還是會繼續玩他的 目前來說呢他就是一位很超標的法師 被戰呢招之這麼粗 也是善用呢疾寒之戶搭配神聖守護 這套粗裝的理解呢就是又彈又痛 剛好克制目前的大脆皮時代 我們對上脆皮關係呢就是 我能瞄你但你瞄不了我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這麼厲害了 以前的颯枷呢比較專注於你的時機 跟划得好不好 而現在基本上呢你核心思路就是 划爆對面的射手 技能好了就去划他 多划幾次呢划到你的射手比對面肥 對面射手呢發育不行的話 基本上遊戲就贏了一大半了 這也是為什麼呢目前颯枷勝率這麼高 畢竟能夠無腦嘛 你招著招出裝呢就會很坦 所以可以慢慢划好划滿不用太緊張 而我們的核心思路就是一個 划爆對面的射手 強調了吧 就真的那麼簡單 而關於容錯率的話呢 能夠標失誤是最好 但我們招出裝的坦度呢 是可以讓我們有點失誤的 Top 1 潘因 排位勝率57.3 出場率17.3 有沒有看到呢不管是勝率還是出場率 都是完全超標的 這麼超標的重大原因之一呢 就是我們的 有沒有看到我們這造型的大招特效 是看不見的 在草叢裡面呢幾乎等於完全隱形 不過呢這個特效 關於潘因的提升呢 也只提升了大概一兩怕而已 他本身的勝率呢就很高了 雖然呢有些人說 潘因這個英雄 大家知道怎麼打他 比如用坦克啊 用輔助啊 什麼蹲他影子 各種各樣的 但是呢 你怎麼確定你的隊友 懂不懂得怎麼打潘因 你會打潘因呢 不代表你的隊友也會喔 也不代表呢 你的隊友不會送頭給潘因 潘因這版本呢 在拿到優勢 拿人頭跟經濟的時候呢 完全可以說 省一半的存在 你看他勝率出場率就知道了 潘因這版本呢 其實除了輔助以外 都能夠走的 不管是打野呢 還是要走邊線走中路 都沒問題 一般來說呢 打野也是更好的選擇 再來呢 我們操作也算簡單 跟起羅比起來的話 畢竟呢你只要懂得普攻 那幾乎呢就是潘因的全部 潘因連招呢主要是兩套了 有觀眾問我們 一就是一技能進場 一普攻二普攻 大招飛出來 不然就是大招進場 然後普攻 沉默普攻 再一普攻 潘因呢也是 神聖守護跟極寒之護的受賄者 戴上這兩套呢 每條路都可以 還是很痛的 不過呢我覺得潘因 可能不會強勢很久了 畢竟呢他勝率出場率 真的有點高 可能呢會做一些平衡 大幅度還是小幅度呢 那就要看官方了 以上來說 帶來目前版本五隻最強 勝率最高的英雄 那最後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喔 喜歡影片呢記得按讚訂閱 那我們下次見